这是一张看上去非常普通的照片 但如果你往这里看 就会发现一个惊喜 没错 就是这个不太奇眼的小东西 我们把它放到之后 你就会一目了然 没错 飞船 UFO 这张照片可能是有史以来 人类拍到的最清晰的UFO照片 你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在影视剧中 或者一些绘画作品中 看到的UFO的样子 银色的金属光泽 飞碟一样的外观结构 完完全全 就是我们想象中的UFO 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无意间拍到的 以至于它在拍到很久之后 才被人们发现 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飞碟是盘旋在一个水域上方的 所以这张照片原本就是研究水的 1971年 哥斯达利加的国家地理研究所 有一个项目 他们想在这块水域 修建一个水利发电站 想修建水库 提前考察肯定是必要的 同年9月40上午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载着摄影师 地理学家和地形学家就上路了 他们的任务 就是对这里的水域做勘探 当时飞机上还配备了最先进的勘探相机 RMK1523 所谓一寸大一寸强 这个相机正约100磅 换算过来的话90斤左右 使用传统的胶片曝光 分辨率非常高 所以即使飞碟在照片中只有那么小 但可以轻松放大看清飞碟的样子 当时相机被设置 间隔20秒拍一次照片 因为这相机和胶卷在当时都很昂贵 拍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不可能像今天电子相机一顿卡卡卡 相机的其他设置就很常规了 这趟行程没有什么意外 也没有什么惊喜 就是一次非常常规的地形勘探 并且胶卷在冲进的时候 也没有人发现照片上这个小东西 直到后来 工作人员在审查照片时 才发现了角落里 这个不太寻常的东西 前面我们有说 相机的曝光时间间隔是20秒 也就是20秒才拍一张照片 而这个小东西出现的照片 其实只有一张 它的序号是300 就是299号和301号都是正常的 只有这张300号又飞碟出现 地图中方格内的区域 就是这张照片 长约11公里 面积超过120平方公里 黑点就是飞船的位置 正好在湖的上方 飞碟银色的外观 和湖水的黑色背景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而这张照片最关键的还是 它的分辨率足够高 原片放大之后 甚至可以看清地面上的数 所以飞船在照片中看上去很小 但可以通过放大照片 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飞碟轮廓 这张照片后来被送去了 好几个国家进行研究 通过对相机的参数 还有当时的飞行高度 研究人员判断 飞碟当时距离飞机大概三公里 飞碟的直径大概67米 但也有研究人员 给出了36米的不同答案 至于这个飞碟为何出现在这里 有不少感兴趣的人 猜测它可能是从湖中起飞 但也有人有不同的想法 因为299号 300号 301号这三张照片 都看不见湖中有水花出现 这张照片如此出名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观望性质的勘探项目 所以照片的真实性 是完全可以得到保证的 而这张照片 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勘探相机拍的 如此高清 难能可贵 接下来我们要讲另外一组照片 这组照片同样也很清晰 它们来自于一个能场的夫妇所拍摄 1950年5月11月的傍晚7点30分 伊夫林像网上一样 喂完鸡和兔子 准备回房间睡觉 但就当他快走到房间时 伊夫林看到一个两色圆盘形的飞行器 在空中悄无声息的划过 他立刻意识到这东西不一般 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根据伊夫林当时的描述 飞行器上面是青铜色 下面是银色 大概一个降落伞的大小 也可能更大一点 伊夫林赶紧跑回房间 喊保罗出来看看 保罗是伊夫林的丈夫 保罗跑了出去 也看到了那个飞船 飞船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就一直静静的在天上飞行 在飞船周围也没有任何的烟雾和争气 保罗赶忙回了房间 拿出他的环球漫游者相机 老师的胶片相机比较麻烦 还需要放胶片进去 保罗大概花了30秒的时间 把相机调整好 最终拍下了这两张照片 虽然有了这次奇遇 但是夫妻俩并没有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首先 当时的胶卷很贵 他们怕胜章之后 自己的胶卷就会被别人拿走 毕竟胶卷上还有剩余 也有刺激以前拍的照片 这在当时都是不菲的致出 然后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某种秘密实验 最好不要向外界生长 那这两张照片最后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这对夫妇虽然没有生长 但还是给自己的朋友们分享 他们的朋友看到这两张照片之后 其中有个朋友非常感兴趣 并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报社 然后这两张照片就被蹬上了头条 静音皆知 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可以简单看下这两张照片 飞行器的头顶都有两个尖尖的头 这和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个飞碟不同 这个尖尖的头就让很多人认为 这张照片肯定是恶毒剧 因为它很像当时汽车的后视镜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确实跟后视镜非常像 而且这对夫妇声称当时拍摄的时间 是下午7点钟 但是研究人员分析这两张照片光影时 发现应该是上午的时间 难道是这对夫妇说谎了吗 这些都无从得知 并且这件事 这对夫妇从始至终没有获利过 说谎的可能性也不会太高 而且发生这件事之后 这对夫妇就从这个地方搬走了 因为这件事火了之后 严重打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很巧 1947年 有人在华盛顿看到了飞碟 几周之后就是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 三年后 这对夫妇拍了这两张照片 之后的事情和预想的一样 有的人会说骗局 有的人说光影没问题 反正照片确实是真实的 这件事究竟是什么样的 目前已经无从考证了 在找资料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这张照片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 这张照片比前两个事件的照片 要近得多 飞碟的轮廓也更加清晰 不过这张照片的原链接 已经打不开了 具体照片中包含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不太清楚 他前面只留了一句话 翻译过来就是 1952年 新泽西州 帕塞克市 上空 据称是UFO的照片 我做了一点努力 尝试找这次事件的前运后果 但无奈 还是没找到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这些UFO事件的话 会出现非常多的信息 但大多都是文字描述 很少有我们前面展示出来的高新照片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些事件的真假 就单从实践线上来看 从古代到现代 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 就从来没有断过 我们也早已习惯了 这种我们不太能理解的现象 但我们还是会尝试 努力解开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 不管是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东西 至少满足下我们的好奇心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现象都是无法解释的 就比如这个火箭发射形成的烟云 就会被许多人当作是UFO 好奇心很可贵 但也不能盲从 遇到解释不了的现象 不如多站在科学的角度思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一号 带你 探索宇宙 感谢您的观看